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知道 人来这世上走一遭 当然想要开心快乐地度过这一生 可惜的是总不能如愿 大家都知道4月1日张国荣逝世 圈内的很多艺人都发文缅怀他 其中就有好友罗佳英 不过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他说 我躺在医院病床上 而且已经数日了 直到在罗佳英的干女儿杨玉梅到医院探望 并晒出罗佳英的照片 大家才知道他是身体情况不如以前 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 罗佳英就被查出了肝癌 不过经过治疗 罗佳英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虽然在2014年的时候 因为病情复发进入医院 但最后都成功地解除危险 而这次很有可能就是癌症的原因 从爆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罗佳英包裹得很严实 戴着墨镜和口罩的 不过最醒目的还是他手上的胶布 一看就是打点滴后贴的 对于罗佳英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 他曾出演过多部经典的电影 如《国产007》、《大话西游》等 至今无法超越 罗佳英的实力在娱乐圈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却因为生病的原因导致不得不减少工作 虽然说这场病改变了罗佳英的事业 但是却让他得到了一份真挚的爱情 说到罗佳英和汪明犬的感情 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羡慕 两人无论遇见什么事都选择不离不弃 2002年的时候 汪明犬化上乳腺癌和假装腺癌 当时的两人在彼此的身边不离不弃 一起对抗病魔 但是有对方的鼓励 才成功战胜病魔 正因为两人在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 才相守三十多年 虽然没有子女 但罗佳英和汪明犬却生活得更加幸福 是娱乐圈公认的模范夫妻 罗佳英曾经对妻子汪明犬说过 你生半条命 我也生半条命 我们就合成一条命 相应为命 同心到老 如果下辈子在一起 我很愿意 两人牵手今生又共许来生 这样的感情真的很少见 这次罗佳英住院 相信最难过的就应该是汪明犬了 无论这次是否因为肝癌 都希望她可以好好的保重身体 早日康复 不要让全姐担心 对于罗佳英来说 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 为京城二字 初见汪明犬时 罗佳英已四十岁 彼时 汪明犬已决定不再踏进婚姻 或许她自己也没有想到 罗佳英会用二十余年的时光 等待她挽着自己的胳膊 走进婚姻的殿堂 那是一场马拉松似的长跑 空山无人 似乎永无尽头 会消灭所有的体力 热情与耐心 但索性 她陪她一路到了终点 在香港 汪明犬是所有明星 见到都要称呼一声阿姐的人物 某一年 TVB台庆时期 打出了这样一句广告词 万水千山总是情 没有阿姐就不行 甚至有人这样形容她在香港演艺界 无法撼动的地位 就连李嘉欣这样的角色女子 都要被师太一书即为 美则美意 毫无灵魂 但一书却在专门为汪明犬写的文章里 直接表达对她的欣赏 她并不是特别特别漂亮 身材太细小 但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喜欢她 因为汪明犬有时代女性的气息 兼二十世纪末的风情 然而在汪明犬的印象里 自己是一颗被遗弃的小草 当年父亲离开上海 前往香港打拼 生活稳定后 便将妻子 大女儿和儿子 接到了香港 唯独将汪明犬一人留在上海 和姥姥姥爷一起生活 也正是因为有被父母 一度忽视的经历 汪明犬后来将每件事情都努力做到极致 以期得到父母的关注 9岁时 她才去了香港 陌生的异乡 繁华的大都 她不想被再度孤立排斥 于是 她从后晋升变成了名列前茂的学生 从听不懂粤语和英语 到能和当地人流畅自如的交流 上中学时 汪明犬因资质出众 常常被老师推荐灯台主持 也出演了学校举办的一些节目 1966年 向港利德电视台面向全港招生 开设议员训练班 汪明犬在报名期限的最后一天 投送了自己的简历 其后 她从一千报名者中 成为被幸运录取的九个人之一 一年后 汪明犬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毕业 拿到了香港历史上 第一张电视议员训练班的毕业证书 并成功签约立德 担任《尝试问答》游戏节目 《你的尝试主持人》 那是她的第一份工作 她的敬业态度无人能及 也因此 让一党最初并不被看好的游戏节目风生水起 1971年 汪明犬受邵一夫先生的邀请 加入了TVB 担任综艺节目《欢乐经销》的主持人 好在她台风稳健 端庄大气中一步伐灵活机制 让《欢乐经销》很快就成为TVB的王牌节目 四年后 她又尝试去演戏 此后 无论是书记恩仇录中的英姿萨爽又冰雪聪明的霍金童 还是处留乡中敢爱敢恨的侠女沈慧山 汪明犬都刻画得形神兼备 不同凡俗 1982年 汪明犬和谢贤主演的《万水千山总是情》上映 更是引发了舒适光潮 而那首由她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 更是飞升华人世界 直到今天仍被传唱不衰 从16岁入行 汪明犬拙然而立 自成光芒 但这并没有成为她得以避免情伤的护身符 1968年 汪明犬主演的电视剧《七公主》上映 汪明犬以此晋升为利德电视台李良柱的同时 更是成为了很多观众的梦中情人 刘昌华就是她的仰慕者之一 当她在电视上看到亲历绝俗的汪明犬之后 便无可救药地沦陷了 于是 她每日手持鲜花到电视台门口等汪明犬下班 甚至频繁去剧组探班 这让汪明犬不胜其扰 为了躲避刘昌华 正当红的汪明犬决定去日本学习歌舞 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等她学成返岗后 刘昌华仍在苦苦等待她的转顾垂炼 她祭出痴情的杀手剑 终于抱到美人归 1971年 十年24岁的汪明犬嫁给了刘昌华 但婚后的生活并没有预想的那般幸福 当西千赶过去了 婚后狼狈不堪 同时刘母也希望汪明犬能够回归家庭 相夫教子 于是汪明犬选择结束了第一段会议 自此 她将所有的尽力都放到了事业上 连续四年组织了DVB的黄金节目欢乐经销 这档节目带给她巨大成功的同时 也让她迎来了另一段爱情 和汪明犬搭档主持这场节目的 是当时盛名在外的金牌司仪 何守信 何守信见谈明朗 作为无限最受欢迎的主持人 她对汪明犬也是欣赏有加 当他们浓情蜜意 临近谈欢论嫁之时 何守信却不告而别 和另外一女子飞往了美国 从此消失在汪明犬的世界里 此事过后 她陷入抑郁状态长达六年之久 通过看心理医生才得意走出来 在这个世上 有人成为你的暗集 也许就会有人成为你的解药 和罗嘉英初相见时 汪明犬根本无法预料 罗嘉英会成为余生唯一疗愈她的人 那一天 她第一次在现实里 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阿姐 她有些追追地向她提出要求 没想到 汪明犬爽快地答应了与其合作 但前提是 让罗嘉英先教她学习一年粤语 且这一年时间里 对方不能登台表演 她化身她的老师 助理 司机 在细致入微的关心里 慢慢靠近着这个一身铠甲的阿姐 后来罗嘉英坦诚 对汪明犬 其实她是一见钟情 只不过爱与汪明犬的名气和社会地位 加之那两场情感纠葛 在她心中留下的阴影尚在 她只能将这份之爱 深藏于对她的关心中 以及与她一起合作 木贵云大战红周时的每一分钟里 当汪明犬勇敢地挑明了这层关系后 她终于明白了 什么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罗嘉英48岁那年 凭借女人40 获得金像奖和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 她希望能够在她的世界里 彰显出自己的光彩 成为可以配得上她的人 19次求婚 汪明犬都以自己不适合经营家庭为由 拒绝了罗嘉英 她并非不想成为她的气 只不过两次惨动的感情经历 是困住她的符咒 罗嘉英伸直她的铠甲一串惊念 成为她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要卸下一个完美主义者 和心里受过重创的人的心房 也许相当难 所以她虽多自卑拒绝 但也耐心等待 就这样 两人以恋人的身份相处了近20年之久 但当罗嘉英计划再次求婚时 汪明犬却被查出乳腺癌 其实早在1994年 汪明犬就罹患过假装腺癌 八年后 癌魔再一次卷土重来 正在内地拍戏的罗嘉英 接到汪明犬语气黯然的电话后 迅速完成了自己的戏份 随后飞回香港 好在上天有好生之德 因为早期发现 经过积极治疗 再加上有罗嘉英无微不至的照料 汪明犬最后康复出院 2003年 大病出狱的汪明犬 在红看体育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 最后一首歌结束之际 坐在嘉宾席的罗嘉英 手捧美丽的玫瑰花 走上舞台 在众多歌迷前 进行了她的又一次求婚 经历过生死 汪明犬似乎明白了 她和罗嘉英的这一段情 不应该为往事陪葬 当她终于要解开心灵的枷锁 与她携手于生时 谁知上天却为他们设置了更大的考验 不久 罗嘉英被诊断出肝癌 得知恶好的汪明犬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幸运的是 她的癌细胞并没有扩散 手术很成功 2009年 一届花甲之领的两个人 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 结束了21年的爱情长跑 罗曼蒂克不为真正的消亡 她不拘行事 存在于相爱的人之间 所幸 阿姐与罗嘉英不仅各自看见了 别人看不见的对方 更在多年后 依然能在彼此的生命中 成为来了就不肯走的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